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威龙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小鲜肉 他的每一次亮相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仿佛是精心编排的戏剧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王安宇 1998年生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成为了众多粉丝的新宠 他的一寸短发造型 简洁而干练 五官立体而精致 一双明亮的眼睛透露出自信和坚定 但王安宇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他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坚持 张灵赫 1997年生 从2019年的《少女大人》开始 一路走来 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 张灵赫都能驾驭自如 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演技实力 这五位95后演员 每一个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让人难以一开视线 他们不仅是靠颜值吃饭的小鲜肉 更是凭借实力和努力在演艺圈 站稳脚跟的新生力量 让我们一起见证 他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绽放自己的光芒 在古装剧的世界里 95后演员们展现出了 令人惊叹的演技和气质 将千年风云演绎的淋漓尽致 刘浩然和张灵赫在这个领域尤为出彩 他们的表现不仅展现了自身的实力 更为古装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刘浩然在《狼牙榜之风起长林》中的表现可谓惊艳 他将古代王子的威严与柔情完美融合 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魅力 刘浩然的眼神中既有王子的高贵 又有少年的纯真 举手投足兼尽显王室气度 他的表演自然流畅 不做作 仿佛真的穿越到了古代 成为了那的身负重任的王子 刘浩然用细腻的演技 将一个复杂的角色诠释的入目三分 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 张灵赫则在古装剧中展现出了 令人惊喜的多面性 在2022年的《苍蓝绝》中 他饰演了《战神长恒》这一角色 张灵赫将战神的威武不凡 和内心的柔情刻画得唯妙唯笑 他的眼神坚定 举手投足兼尽显英气 完美诠释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古代将军形象 而在2023年11月播出的《宁安如梦》中 张灵赫饰演的男主角谢威 更是让观众为之倾倒 他将角色的内心系演绎的细腻如微 眼神中的柔情与坚毅交织 让人感受到了千年爱恋的魅力 张灵赫用自己的表演 将一个复杂的古代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展现了他在古装剧领域的惊人潜力 这些《九五后》演员在古装剧中的出色表现 不仅展现了他们精湛的演技 更让人看到了他们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 他们用实力证明 《九五后》演员不仅能演绎现代角色 在古装剧中同样可以大放一彩 他们为古装剧带来了新的生机 也为自己的演绎生涯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张灵赫在《我和我的时光少年》中同样有出色表现 这部《笑脸》具让他有机会展现自己阳光帅气的一面 也让他能够演绎出青春期特有的困惑与成长 张灵赫将少年的青涩与朝气演绎的恰到好处 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 也有对现实的思考 张灵赫的表演自然真实 让人仿佛看到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 三 宋威龙在《以家人之名》中饰演的大哥灵骁 则展现了他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 虽然这部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剧 但他同样展现了青春期的亲情与成长 宋威龙将一个成熟稳重 有担当的大哥形象诠释的淋漓尽致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弟弟妹妹的挂爱 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责任感 宋威龙的表演细腻如微 让观众感受到了兄弟情深的温暖 在都市剧的舞台上 九五后演员们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洞察力 将都市青年的喜怒哀乐演绎的淋漓尽致 丁宇希 宋威龙和张灵鹤在这个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用细腻的演技诠释了都市青年在面对爱情 事业和人际关系时的挣扎与成长 丁宇希在传闻中的《陈谦谦》中的表现 让观众看到了他沉稳内敛的一面 虽然这部剧融合了古装和现代元素 但丁宇希所展现的正是当代年轻人 面对复杂情感时的矛盾与成长 他与赵露丝的对手戏堪称演技的盛宴 两人将角色的情感变化演绎得细腻如微 丁宇希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深邃 举手投足间的从容 将一个复杂的角色诠释的唯妙唯笑 他用细腻的演技 展现了都市青年在面对爱情和事业时的挣扎与成长 宋威龙在《下一站幸福》中饰演的袁宋 则展现了他驾驭都市爱情剧的能力 他将一个阳光积极富有责任感的都市青年形象刻画得生动有力 宋威龙的表演自然流畅 让观众仿佛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都市青年 无论是与女主角的对手戏 还是独自一人的内心戏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的精湛演技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更是让他在业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似张灵鹤在《完美的他中》的演绎 更是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潜力 这部都市言情 就让张灵鹤有机会展现自己在现代剧中的表现力 他将角色的内心戏演绎的细腻如微 眼神中的矛盾与挣扎 举止间的犹豫与决断 展现了都市青年面对复杂人际关系时的真实状态 张灵鹤的表演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也展现了他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 这些九五后演员在都市剧中的表现 不仅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技 更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 他们用真挚的表演 诠释了都市青年的喜怒哀乐 让观众在他们的表演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这些九五后演员们并不满足于固定的戏录 而是勇于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 展现了他们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潜力 宋威龙 王安宇和张灵鹤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的跨界尝试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演艺生涯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精彩的作品 宋威龙的演艺之路展现了他多样化的才能 从天天向上这样的综艺节目开始 宋威龙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活力和才华 随后他成功转型到电视剧领域 在下一站幸福中视演员宋一角深入人心 而在《一家人之名》中 他又挑战了大哥灵霄这一截然不同的角色 更令人惊喜的是 在《我与你的光年距离》中 宋威龙饰演的故事宜这个性格复杂多变的角色 更是展现了他的演技实力 宋威龙的每一次尝试都投入百分百的热情 他的眼神中总是闪烁着对表演的热爱 王安宇则以其自信和坚持 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舒适区 他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努力 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王安宇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充满热情和认真 用心去演艺每一个细节 他的努力和付出让人们看到了 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也让人们更加欣赏他的才华和魅力 张灵鹤的演艺生涯 展现了他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多样性 从2019年的《少女大人》开始 张灵鹤就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在心动的瞬间中饰演游泳男神 展现了阳光帅气的一面 在《苍蓝绝》中 他又挑战了古装仙侠剧 饰演战神长衡 而在《宁暗如梦》中 他更是将古装爱情剧的男主角诠释得淋漓尽致 张灵鹤从古装剧到现代剧的跨越 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适应能力和多样性 这些《九五后》演员们在多元化发展中 展现出的无限可能 不仅丰富了他们自身的演艺生涯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精彩的作品 他们用实力证明 《九五后》演员不仅有颜值 更有才华和潜力 回顾这五位《九五后》演员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共同的特质 努力 坚持 不断突破 丁宇熙的沉稳内敛 宋威龙的阳光帅气 王安宇的自信坚定 刘浩然的温暖笑容 张灵鹤的多变形象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演员这个职业的魅力 丁宇熙虽然在资源和发展上 似乎起步较慢 但她从未气馁 她用敬业和专注赢得了 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丁宇熙的演技不仅为她赢得了口碑 更为她打开了更多的机会之门 宋威龙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她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和潜力 成为了《九十九后小鲜肉》中的佼佼者 六 她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更是为年轻演员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王安宇的火爆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她不断努力和积累的结果 她的出色演技和迷人外貌只是她成功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她内在的品质和魅力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认可 刘浩然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需要不断地学习 积累经验 不断地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只有这样 她才能在影视界立足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张灵河的演艺事业一路高歌猛进 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才华 她的成功证明了九五后演员的无限潜力 这些九五后演员们用实力证明 他们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的小鲜肉 更是有实力 有担当的新生代演员 他们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作为观众 我们期待看到这些九五后演员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期待他们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高 他们的成长与蜕变 不仅是自身的进步 更是整个演艺圈新生力量的崛起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九五后大帅哥们的精彩表现 相信他们会为中国影视行业 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